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条SMT贴片物料 不知道是什么电子元件 一节18650充电宝套料电芯 还有一块木头 厂家说正常恶光下能产生300多度的高温 鉴于今天的太阳比较大 可能聚焦中心温度会达到400多度 你看到这个镜面全体都是非常的薄 所以我就不得不先讲一下原理 我们都知道传统的突刀镜是一条连续的突面来聚焦光线 而菲尼亚透镜原理也是与之相似 只不过把连续的突面进行阶梯式排列 相比于前者可以做到更轻更薄 价格也是更实惠 不能这么大面积突刀镜 想要几十块钱拿下只能是做梦 至于为什么叫菲尼亚透镜 那是因为它的发明者就叫菲尼亚 法国很有名的光物理学家 学3D软件的应该经常听到这些字眼 反正正是对现今3D软件渲染计算的原理 贡献意义非凡 那还等什么 赶紧开始吧 警方瞎眼 请各位应付戴好墨镜 放到上面就开始冒黑烟 塑料简直是势如破珠啊 金属片也是一下子高温膨胀弯曲 现在这个电话卡银行卡的一些场所的会员卡 表面都是镀镜处理 用来防止被氧化 千万别扔了 挺值钱的哦 表面简直是长不能堵 不知道漏制品和水放下去会是什么现象 过段时间再做一期视频看看 下一位 松香立马沸腾泵涌 内部已经融化 松香就是松树的树枝提炼而成 是一种用途非常广泛的工业原材料 以前电路维修人员直接用来辅助汉锡 你有没有发现这玩意跟琥珀非常相似 这其中的渊源可生了 琥珀就是一些树枝的化石 如果松枝想要寻成琥珀 就需要漫长的地质演变 两者的差异就是一个是得道高升 一个是甘露四门 精致而已 这个是一根超出的锡丝 锡的浓点大概在231度左右 理论上是毫无压力 由于这个是旋起状态 镜面不好对焦 所以整个流程并没有那么一气呵成 属于勉强击杀吧 下一位 不好意思 由于当时忘记案录制剑 整个过程没有拍下来 电子原件现在只剩下长海 当时是一缕青烟之后就变成了这样 大部分已经是黑色粉末了 这应该是塑料分装的 18650电信印度非常广泛 比如说充电宝 含膜 手电筒 还有电动器车上面 看手感表面应该是不锈钢材质 显然是无可奈何啊 算了 就怕高温导致爆炸 跳过为一 物财已经被烫化 固定位置聚焦 一下子就能燃起明火 这不仅仅是表面焦化 内部也烧出了一条凹槽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了 好 感谢观看